1920年下,胡适39岁,患了怪病,一用脑脚底就痛,胡适找西医治病 西医认为是心脏病,治不了属于绝症,让准备后事,胡适万念俱灰 胡适朋友劝他去看看中医,胡适反对说,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,不足平野,何况西医已束手 胡适的西医朋友对胡适说,自己曾经也是肾脏病,尿中含蛋白质,腿部肿痛 西医已经无能为力,后来找中医治愈,胡适抱着适时的态度,去找了北京中医名医陆仲安 陆仲安经过诊治,开了一副中药,胡适绝症竟然三个月治愈 中医被西医冠以封建,落后,不科学,陆仲安的一剂药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 这个药方的出现,也将胡适的这种或说是心脏病,或说是肾脏炎的顽疾,正式定格为糖尿病 很多人说,我是为了吹中医杜传的,这里有具体史料出处,自己可以找来验证 历史学家罗尔刚是胡适的学生,他详细记载了旧诊经过 他在《诗门五年纪胡适所记》一书中写道,关于陆仲安医治胡适的经过 当时著名的西医于凤斌曾有简明恶药的记载 郭若定编著《汉药新诀》上集第五篇《纪黄奇后》 傅禄其全文如下,傅禄于凤斌博士,季黄奇治愈糖尿病方药,医文忠于胡适之先生 患肾脏病,尿中含蛋白质,腿部肿痛,再经中研西医诊治无效 莫西医告以同样之症,曾服中药而育,乃言中医陆军处方 数月痊愈,胡适为了感谢陆仲安的救命之恩,把秋氏严经图送给陆仲安并提字 被中医救了命的胡适总该相信中医了吧 不,大公之胡适还是昧着良心说中医的坏话 胡适说,中医理论和药物没有经过化验和验证,不足为信 希望将中医理论纳入西方科学体系,加以重新审视与评判 你以为他是被西方为史蒙骗了,其实就是单纯的坏透了 他们黑华夏黑中医单纯是为了利益